还记得去年4月早上8点上班正塞车之时, 一名17岁刘姓少年, 搭计程车到土城区四川路上一间当铺, 持冲锋枪朝一间当铺门口疯狂扫射51枪后 就立刻跑到警局投案的事件吗? 猜猜看这名未成年的少年最后怎么了? 政府如何处理这社会安全网的破洞? 枪手17岁刘姓少年犯案后玄机携枪, 傅板桥分局大官派出所投案, 警方寻候一枪炮弹药管制条例, 少年事件处理法等罪嫌 移送新北地院少年法庭审理并鉴请收容, 少年关户所收容时间最长两个月, 必要得延长一个月, 所以照目前持续来看该名枪手少年已经没事了。 我的人生经过很重的称职, 我死不去, 老天我有一条命, 是要来捍卫中华民国青天白日, 和顾台湾的民主和自由, 中华民国是我的国家, 台湾是我的国家。